巴黎奥运会会是自己可能是最后一届的奥运会 我也非常幸运地把这个冠军最后能够带回 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龙 这次奥运会对我来说是参加团体 从结果上来说最终跟两个队友一起 大家捍卫了中国乒乓球园难队的团体赛 这种荣誉还是非常开心 四场比赛吧 从团体赛开始每一场比赛最终也都取得了胜利 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努力的回报 虽然是六枚金牌 但是对于我来说单打之后的两枚 剩下四枚其实是团体赛 团体赛当中除了我以外 每回都还有身边两个最坚定的伙伴来支持我 这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荣誉 可能是更多的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这种一种荣誉吧 我觉得四交运会每一场 自己到现在都在记忆有心 我觉得每一场也都非常重要吧 巴黎奥运会会是自己可能是最后一届的奥运会 所以当然其实永远都是当下的时候 会是最重要的那一刻 所以我也认为巴黎奥运会对我现阶段 是非常重要的时候 我也非常幸运地把这个冠军最后能够带回 每个运动员我相信 当你想成为一名冠军的时候 中间或者是开始阶段都会经历一些没拿到冠军的时刻吧 我觉得并不认为是一定是低谷吧 你只不过还是没有成功 你只有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强 最终才有可能登顶了 当然苏州市井赛确实是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也感谢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放弃 在竞技体育这条道路上 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吧 而是你需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 做好每一天 然后去不断地去努力超越自己 或者是向更优秀的人学习 我觉得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一步一步慢慢走向你自己的梦想吧 体育就是传递给人不断地向上 或者更高更强更快的这个步伐去不断超越自我 不应该给自己设限 我觉得这些都是体育带给大家的一种魅力吧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一次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